潛意識就是作曲 蘇耀光 填詞 啫喱高 歌詞方面 我覺得是你抓到一個鹿 就是你潛意識這個歌名 我也覺得很 catchy 潛意識 究竟想說什麼 整首歌的歌詞基本上都表達到 你想說的一件事 但我覺得可以再深挖一點 既然你說到潛意識 潛意識和正常的表意識 兩者之間又有什麼分別呢 類似如果這件事你可以再深挖一點 我覺得這首歌就會更加好 既然你已經有這麼好的主題 又剛好塞得到哭拉那裡 其實前面那些可以再做多一點 又會更好 很安全的 太安全 安全到很難會記得 如果譬如你聽很多歌之後 這首歌不會在腦海裡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給一個比賽 我覺得要多一點點 令人留下多一點印象 雖然我們今天評判給了很多點 誰知大家 其實你不用相信我們的 為什麼 什麼意思呢 因為剛才阿祖說了 我們做唱片 以前甚至有大跌 當然更加不同 但他說了一個點 就是大家去做一首歌 比賽的比賽 比賽歌要有一定的 有某些力量 簡單的 坦白說 比賽歌的觀眾 或者評判會看 給一些大一點的歌 力水 就是多一點點聽 有多一點的 在編曲上 在歌詞上 在音樂上面 就算是一首很商量的音樂 我們都想在商量後面 有一些東西聽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說 這首歌 絕對不是這樣的意思 可能我開車 一個人要慢聽 這首歌可能會很舒服的 但剛才說的就是 你用什麼歌來比賽 就用一首 很簡單 用一首小品的歌 例如大家喜歡陳奕迅 陳奕迅的 陳奕迅的唱片 裡面是一 track one 是track 10 如果大家用track 7 來參加比賽 就吃虧過track 1 可能是 以前是K哥之王 在Share We Talk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是這個問題 Melody 是在一個quad裡面 就是說 我一直聽 我想expect有某些位 可能會再 例如在range上面 可以再有一兩顆音 或者其中一個做法 可能會是跳高一點 讓別人有一個break through 的感覺 不是在重複上一次做過的事情 就是前面 又或者是sing tea 就是其中一個做法 音樂 也許айте 好了 我這一句 是 我愛你 我愛你 你 沒有 如果是你 如果是我愛你 發生了 為什麼 你 為我去 你 你有